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大选前爆出惊人的家族贪腐丑闻 截几封被美国媒体曝光的电子邮件显示 这些贪腐行为发生在拜登单任副总统期间 而当时的总统欧巴马 在22日也被美国前白宫首席顾问班农的自媒体指涉 可能参与拜登家族的生意中 班农战情市22日在推特上放了一段影片 是拜登的弟弟詹姆斯 在2017年10月给拜登儿子寄的一封信 表示拜登正在与一位名为欧的人物见面 正在讨论难以想象的收购交易 班农战情市在推文中提问 有没有人觉得是欧巴马总统呢 拜登家族被美国媒体曝出 与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之间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易后 福斯新闻22日在爆料 拜登家族与华信集团的合资项目中 当逛了多名民主党政要 集中包括拜登的搭档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利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民主党参议员艾美克罗布查 纽约州州长古墨 以及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等 福斯新闻曝光的这封电子邮件中 标题为第一阶段国内联系人 这些民主党政要就在联系人名单当中 另外据美媒国家卖动22日报道指出 拜登家庭并不是第一个从华信能源获利的 兼总统柯林顿及妻子希拉瑞 就曾借基金会 从华信公司收受最高10万美金的捐款 新航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